镜头转到北京来看 140年来最大豪雨造成的灾情 其中门头沟更出现了 580毫米的惊人雨量 到乡村水深及腰 还有一个生态园区 十几辆汽车直接被洪水冲走 这次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灾情 主要是因为强降雨时间 长达70个小时 看着前方被洪水冲毁的道路 北京门头沟民众待战原地 没想到转头又看见惊人景象 原本树立地面的大型牌楼 下半部完全泡水 四周围水势湍急 几乎没有撤离的可能 昼渡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北京附近多条铁轨遭到淹没 当中一列K396次列车 更因此在雨中滞留两天两夜 从我上车到我过去 陈克7月30号上车后就受困车厢 北京武警直到8月1号才抵达救援 并带着上百人以徒步的方式冒险走过多个悬空路段 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穿了八个隧道 轨道悬空的地方有三处 下面都是有湍流的积水 北京到处柔长寸断 勒谷营滩景区的游客中心 充满泥沙汉垃圾 就连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指示路标 都只剩上半部浮在水周 大陆华北灾情多到整条 淹水道路满满的都是橡皮艇 通讯中断也拉高救援难度 我们现在手机啥全都没电了 都连不上 要是有能连一下的话 尽量投奔请进 因此得使用无人机 像失联村庄空投充电器和卫星电话等 或是徒步好几公里 背出儿童或行动不便的老人 画面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现场是有大概十几栋的建筑 他们的一层都已经完全进水 水深处是有三米多高 我们发现最高的地方 其实已经接近了一个 公交车站顶棚的这样一个位置 大陆气象单位指出 这次光门头沟的平均降雨量 就达到322毫米 当中最高的是门头沟高山玫瑰圆 也有580毫米 创下平时雨量的三倍之多 大陆媒体整理灾情地图 发现淹水范围相当广 在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和桥东街的交界处的中昂 时代附近 山洪已经将桥面淹没 只剩下明黄色的桥边护栏 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 能够看到 这里路上的白色护栏 已经被洪水乘排冲走 中昂时代南边 是门头沟区政府 从视频里能看到 路面已经被水流淹没 门头沟政府东南侧的 稻香村前一度水深及腰 中门寺生态园区附近 同样受灾惨重 大水直接冲走 十几辆的小轿车 还有大卡车 大陆气象分析 这次灾情惨重 主要受五大因素影响 包含降雨时间特别的长 超过70小时 影响范围大 累计雨量大 局部降水量特别高 还有地形特征明显等等 各项统计基本上都高于北京2012 还有2016年两次重大的水灾 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下方是有很多损毁的车辆 目前北京部分地区大水逐渐退去 却留下满地的垃圾还有受损车辆 但镜头看不到的地下室还是呈现淹水状态 然而北京之后恐怕轮到 黑龙江挫肋蛋 当地已因为暴雨发生 桥梁坍塌 一台白色的轿车闪避不及 当场坠落桥底 过程也被后方车辆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竟好白色轿车的驾驶 最后被路过司机和乘客 合力救起 惊险保住一命 追根究底恐怖雨灾 还是与杜苏瑞有关 自从7月29号杜苏瑞 才于环流中心抵达河南河北后 旁边的高压霸阻挡 导致云雨带浙流 紧接着随后生成的卡努台风 也在输送水汽 最终导致华北爆发极端降雨 还一口气创下140年以来的雨量记录 讽刺的是 这波雨灾发生前两个礼拜 大陆才刚出版一本习近平的 治水论述书集 如今看来恐怕是毫无用武之地 李新闻综合报导 北京城大淹水 位于北京西南方的卓州 淹得更惨 水要退恐怕要一个月 出动小艇一艘一艘往返救援 眼看着水深 已经快要逼近路上红绿灯 接近六公尺高度 出动直升机空拍一看 大陆河北省的卓州 已经成为汪洋一片 多处居民无助受困加州 昨天一直往里灌水 现在已经灌满了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东楼是什么情况 洪水还一直冲发着我们这个楼 许多人住家都被淹掉了 面临断水断电危机 只能跑到顶楼等待救援 困了多久了 不论是行动不便的老妇人 还是墙堡中的小婴儿 卓州市救难人员与时间赛跑 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次的任务我们是去水上人家的 营救几个小孩 特别是一个四个月大的一个婴儿 来到水深高度急凶的房子 救难人员立刻拿出脸盆 把小婴儿装在里面 快快快 看他嘴握着 来来来 抱起来 这一次卓州水灾为何这么严重 原来北京地区遭受杜苏瑞台风侵袭 暴雨不断 临近城市都遭受波及 那我们知道卓州市是位于北京市 大概引南75公里的地方 那它是位于一个北京 天津和宝定的一个三角的地带 那也是被誉为经济的南大门 卓州交通位置便利 加上位于三河交界 是许多快递转运的中继站 然而现在这些物流站 全都成为重灾区 目前这个由于形同造成的 这个水位的快速上升 很多快递公司的这个转运中心 以及快递网铁也是受到了 此次洪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很多的库房和转运中心 都是被水淹破了 不止物流停摆 货运大乱 有消息传出 大陆政府疑似为保守都北京 竟然偷偷卸红保金 故意让房山区水库卸红到卓州 一旦上游水量过大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较大的水源面积 和较高的水位 因此桌州一旦出现洪涝 那么其危机程度和救援难度 都会非常大 突如其来的泄洪水流相当湍急 让深夜里救援行动充满挑战 大陆政府一直政策背后牺牲多少无辜民众 加上卓州的地形 道路材质 本来就是大问题 所以他们的地面往往还是硬化的 不偷水 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路面 则是可以吸水的 像海绵一样 把路面的积水 短时间内快速分流到地下 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中 尽管现在水位已经慢慢退潮 但预估整个洪水区退水 还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 水位回落是有一个过程的 现在已经开始衰减下来了 但是据我们预测后期对卓州来说 还有三到四亿的水要过境 而未来两天 大陆东北地区也进入大雨警戒范围 这自行车都磨一半了 现在是中央大级 前面这是防洪机箭桃 黑龙江哈尔滨市地下道 瞬间涌入大量积水 民众加快脚步涉水 因为当地已经紧急发布暴雨 红色警报 最深处是已经来到了现场工作人员的 这个大腿竿 甚至是往腰部上已经开始往上磨了 然后经过目前现场 经过快三个小时的这个墙排水的工作 机场关闭 学校也停课 包括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等地 强降雨 强对流 天气将持续 还得防范卡努台风的外围环流 让大陆地区持续受到洪水威胁 TBN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